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骨折呢 常常形成一种蟹形的骨折 箭头呢 这个帮助我们盼了这个智商物 转了以后 力的传导是一个蟹形的 非常的典型 以后大家假如在急诊科 骨科 实习 做临床医院的话 就可以看到 脚冲事故这种损伤比较常见 这个骨折的一个形态 帮助我们推断智商物 甚至帮助我们推断作用力的方向 所以从我们角度不同 你们主要是诊断 治疗 但对我们法医更关注的是 这个伤是如何形成的 对人体的影响 严重不严重 那么后面呢 通常是一些什么致命伤 比如说内脏破裂 内脏破裂 那么通常是一些比较强大的暴力 对不对 强大的暴力 导致内脏破裂 那么常常是致命性的损伤 常常是致命性的损伤 还有一个呢 在临床上可能会漏疹 会忽略掉 包括前面讲的 有盾气伤 表面只是一个盾气 造成了一个挫伤的话 你可能会把内部器官的损伤 会忽略掉 还有 以后还要讲的 胃气里面的一个stable ward 刺窗 因为口子比较小 但是窗腔呢 比较深的情况下 有时候内部器官的诊断呢 会漏疹 会漏疹 这个在医疗实践当中呢 有时候会发生 有时候会发生 所以我们从我们临床或者法医的角度来看这些损伤 就是内部器官的损伤 很严重的损伤 一看都明白的 这个不算难事 对不对 但比较困难的就是说 看上去损伤比较轻的 但内部器官 内部损伤比较严重的这种 你能诊断出来 你能想到它的一些可能的一些危害的话 严重后果的话 那么这才是什么重要的 这才是你要尽量注意到要避免的漏疹 这是一个肝脏 完全什么 破裂 内脏破裂 那么这是一个shelter gun 就是散弹窗 近距离射击造成的一个内脏的破裂 完全的破裂 非常巨大的爆裂 通常 这是一个screen 就是脾障 脾障破裂了 这是灾土的脾障 那么像这种损伤 高坠多件 还有交通事故 撞接以后也可以引起脾障破裂 还有比较多件呢 就是拳打脚踢在腹部 以前我们就碰到一些也是大学生 练跆拳道的 结果在打架的时候呢 把人家什么 打伤了 打伤了以后都到了派出所 结果在问话的时候 这个被害人什么 就捂着肚子 然后血压非常低了 当然警察看不到血压低 但是什么 表现出来就是冒冷汗 面色苍白 收到越起还算及时 这个警察还是比较及时 把上车叫了120 把他送过去 在车上就开始什么 开始补血 因为血压非常下降的快 倒有点瀑布探查 脾障破裂 腹腔继续 后来命捡回来了 怎么打的 拳打脚踢 这些大学生赖 练那个跆拳道 那么这种损伤 体表 我们法医器鉴定的时候 体表损伤非常轻微 明显的挫伤 condition都没有 非常轻微 但是内部的损伤很严重 所以危及到生命 就是内脏破裂 多建议这些钝器伤 多建议这些钝器伤 那么危险性比较大 所以这个内脏破裂这些损伤呢 对临床医生来说 这是肯定的致命伤 对不对 要紧早采取措施 那么有时候会被损伤的就是钝器和刺疤和刺疤 所以对法医来说 那么发现了这个内脏破裂 半有大师学的一般来说 那么就是一个致命伤 对不对 那么是一个尸体上看到的 那么活体上呢 常常会造成的什么 它的一个disability 就是残疾 内脏破裂以后要修补或者被摘除 那么从我们法医的角度 这个人的嘛 他的个人的一些社会实验能力 劳动能力会下降 造成了残疾 那么也是我们法医进行鉴定的内容 进行鉴定的内容 或者研究的内容 所以这是对我们法医来说 内脏破裂 有尸体跟活体 最后一个annutation 肢体离断 肢体离断 第一个大家会想到的什么 碎尸案 对不对 碎尸案 那么尸体蹲一块西一块的 犯罪嫌疑人为了什么 那么掩盖他的罪行 那么尸体是最大的罪行 他要把它分开来 然后抛掉 让警方找不到这个尸体的 真实的身份引領起来 那么碎尸案比较多件 还有一些 他杀的案子 对不对 砍断 像砍头啊 或者是手砍下来 砍到腿啊等等 他杀的案子里面 那么还有一些是 那个意外 比如说交通意外 或者是爆炸意外等等 那么造一些这样的 非常严重的一些暴力性的损伤 那么也可以引起 肢体离断 肢体离断 那么这具尸体 分成好几块 然后把它 剪在一起拼起来的 像这种情况 多建议什么 空难等等 这种事故 accident 那么这个是什么 suicide 自杀 握鬼自杀 然后交通事故 对不对 这就是离断伤 这些损伤肯定是一些什么 致命伤 对不对 肯定是致命伤 但有些比如说肢体离断 扛断一个手啊等等 及时的爆炸 止血等等 一般是不会死 对不会死 那么像这样的损伤 肯定是致命伤的 肯定是致命伤的 那么前面讲的都是以什么 结构破坏 就我们肉眼 或者通过影像学检查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些 结构破坏为主要改变的损伤 当然它可以帮有功能障碍 对不对 那么另外一种损伤 是以什么功能改变为主要表现的 就我们肉眼 或者以目前的检查手段技术 我们不能发现明显的结构改变的 那么以功能改变为主 功能改变为主 那么以我们称为两种 一种叫做Neurogenic shock 就是神经原性修科 还有一类呢 Concussive injury 就是震荡伤 那么前面一个神经原性修科呢 多建议我们提表一些比较敏感的区域 比如说颈部 还有下腹部 还有呢 灰阴部 这些区呢 神经末梢比较丰富 对外界的刺激什么 比较敏感 尤其是某一些人 对外界的刺激非常敏感 这些局部受到即使是比较轻微的外力 刺激 都有可能造成什么 心慌 呼吸急促 血压下降 严重的 甚至什么 呼吸心跳 突然停止 修科表现 甚至死亡 这个就叫做神经原性修科 所以从我们法医的角度 看某些医疗方面的 比如说做呼应部的检查等等 有的就发生些什么 一些人就突然面试苍白 结果医生要停止检查 肯定的要停止检查 因为有些不好的一些后果 严重的话 可能会修科出现 那么这些人 他对这些刺激非常敏感 那么这些神经末梢比较丰富的区域 对外界刺激非常敏感的这些部位 我们称为触发区 Track 就是说触发区 就是说触动以后就像开关一样的 使它的整个的一个 反射性的这样一个 神经系统的改变出现了 所以它是以功能改变为止的 就不有什么明显的神伤改变了 可能都没有 甚至或者是神经系统的 都没有明显的改变 所以它是以功能改变为止的 第二种 concustive injury就是震荡伤 最典型的 我们临床上打诊断比较多的 什么脑震荡 头部拳击或者顿性暴力打击了以后 一过性的什么意识障碍 几秒钟或者是几分钟 对不对 对刚才的事情想不起来了 怎么被打的想不起来了 我怎么会在医院想不起来 刚才的事情 然后呢有呕心 甚至呕吐对不对 那么医生可能会拍个CT 或者做个持共振 结果没有出血啊 没有里面的一些异常的改变 那么震荡就上去了 头部有个外伤时 有一过性的意识障碍 形态改变不明显 脑震荡 或者是外伤性脑震荡就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震荡伤 你说它伤没有吗 它有表现 也是一个损伤 也是一种损伤 那么有脑震荡 当然会有什么 心脏震荡 肺震荡 肝震荡 都会有这些损伤 那么心脏的震荡伤呢 有时候会有一些 生化指标的改变 通过做一些血液的一些检测 它的心肌的一些损伤的改变 会表现出来 但是从一些做心操啊 做一些检查都看不出来 有什么结构上的改变 所以他们都是以什么 以功能改变为主要 表现的一种形式 我们说有什么叫 神经原型修课 什么叫震荡伤 震荡伤 给大家掌握这两个概念 尤其是上面那个 神经原型修课 什么叫神经原型修课 什么叫触发区 它的概念是什么 它的概念是什么 当然这种发生的情况不多见 神经原型修课 对不对 多见的话 很多工作就没人做了 非常危险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阶性损伤的一些 常见的死因 我们讲我们法医嘛 一方面是尸体 研究一个活体 那么假如是一具尸体的话 我们要看一下 阶性损伤导致死亡的 常见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 就是原发性的外伤 还有一类呢 称为技法性的 技法性的 那么原发性的死因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当其冲的 最好理解的就是什么 就是生命重要器官的严重的损伤 心脏破裂 全如崩裂 两肺的什么 广方角的错碎 呼吸功能衰竭等等 这个是什么 很好理解 对不对 生命重要器官的严重损伤 生命重要器官的严重 第二类呢 出血 出血呢两种情况 一种是什么 大量的失血造成的 就短时间内大量失血 造成的一个失血性休克 失血性休克 那么这个比如说 胸腹部的损伤等等 引起的器官破裂 然后失血 还有呢 就大血管破裂 比如说 鼓动脉这里被刺破了 然后短时间内大量的失血 不及时救治的话 就是大量的失血造成的 失血性休克 这个好理解 还有一种出血 导致的死亡呢 就是特殊部位 即使是少量的出血 即在那里也会导致死亡 一个是什么 颅腔里面 颅内的出血 对不对 颅内的出血 两百毫升三百毫升 可能就会什么 可能就会致命 还有一个出血 是什么部位 非常重要的 心胞 对非常好心胞 我们讲心胞甜衰 正常情况下 只有一些少量的滑液 让我们心脏 在心胞腔里面 有力的波动 对不对 但是假如是心脏有些 破裂有些 有些损伤的话 那么在心胞里面 有积血的话 就可以引起心脏的 波动停止 我们叫积性性胞甜射 所以在乳腔和心脏内 局部的少量的出血 可以导致积性死亡 所以出血是两个内容 一个是积性性大量的出血 还有一个特殊部位 少量的出血 也可以引起 第三个是叫 traumatic shock 就是闯伤心休克 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死亡激灵 对不对 是一种休克的 是一个最终的表现 它实际上在 由于阶级性损伤以后 多种原因的 比如说疼痛的刺激 有人这样痛死的 我们不能说没有 对不对 它是一种什么 这种疼痛的刺激 还有失血 虽然没到 失血性休克的时候 但是它有什么 低血容量的一种现象 大量的失血 那么也是综合的 那么多种床伤的刺激 除了疼痛还有其他的 所以它是多因素的 导致了一个什么 血压的下降 呼吸的停止 就是说休克表现 所以它是一个 综合性的实际 是一个死亡的机制 但是无法认定 是哪一个什么 是主要的 失血还是疼痛 还是多发性的损伤等等 不好说 所以就是 场伤性休克死亡 这种一般都是 短时间内受伤以后 严重的损伤后造成的 一般才会打这个诊 就是多发性的 场伤性休克导致死亡 导致死亡 第四类就是酸射 就是酸射 我们讲外伤以后 可能会有什么 血管的损伤 局部的血栓形成 然后引起了酸射 还有一种损伤以后 比如说 四肢肠骨的粉碎性骨折 脂滴会进入血液 对不对 然后引起脂肪散失 脂肪散失 还有那些空气散失 有些在颈部 这些损伤以后 负压引起了什么 气体大量的进入 我们的血液系统 循环系统 然后引起了一个空气的酸射 空气的酸射 所以这些损伤 都是跟外伤有直接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 那么是作为酸射 还有一个叫窒息 窒息 外伤以后 组织了呼吸道 引起的窒息 还有成能呼吸道 窘迫综合症 成能呼吸道 窘迫综合症 那么这些呢 都是一些什么 一些不同的部位 不同的损伤 引起的一些什么 致命性的一些改变 那么最前面呢 直接的就是说 生命中小器官严重损伤 大量的失血 非常严重广泛的损伤 导致休克死亡等等 后面呢 就是酸射呢 可能有一些激发的 激发的 比如说血伤散事 空气伤散事等等 引起一系列的一些 休克的改变 所以这是一些 死因 那么还有过了一段时间 死亡的 跟接近损伤 也有因果关系的 比较多件的 就是感染 感染无法控制 损伤非常严重 那么可以 引起的感染死亡 还有呢 损伤后 局部形成的那些肿瘤 肿瘤发展 变成了一些 导致的死亡 还有一个呢 就损伤愈合的疤痕 那么这个比较 比较多的例子 或者是可以举的例子呢 比较多的 就是一个脑部的损伤 我们讲脑 挫裂伤以后 局部也会形成疤痕 对不对 形成疤痕以后 假如在我们的运动区的话 它可以形成 一样的放电 形样放电 我们称为癫痫 歪伤性的癫痫 那么这个人 癫痫跟他的脑部外伤 有直接因果关系 假如某一天 他突然因为癫痫 持续性发作 导致窒死亡 或者在癫痫发生过程中 突然摔跌 或者逆水而亡 那么这样一个整个的过程 跟他的颅脑外伤 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人最终 追根溯源的话 这个人还是死于 颅脑外伤后的一个 激发症 对不对 由脑外伤到癫痫 癫痫突然发作死亡 所以是一根线 是串起来的 所以像这个就是 愈合后的疤痕 然后引起的一些 激发的改变 所以这些是激发性的死因 当然时间越长 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 越难什么 越难去建立起来 这个链条 所以我们法医 有时候要充分掌握 你们临床医生提供的资料 提供的资料 然后来进行什么 综合的判断 综合的判断 那么接性损伤以后 所有法医来说 看到的伤都是处理过的 都是各位什么 今后成为医生 以后处理过的 那么作为临床医生 作为我们法医 对这些损伤的检查 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来 首先来看一下 作为临床医生 作为法医 都要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说 首先要仔细要什么 观察 观察要仔细 你不要漏了 对不对 要漏了 第二个 你观察了以后 你还得什么 记录下来 要有record 要有记录 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 你要用词要准确 包括部位 包括它的大小 它的形态 它的特征 你记录的越准确越详细 对我们整个的一些 某些案子的一些 一些处理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我们法医 非常重要 对我们很多什么 很多的帮助 所以你们做得越好 我们越审理 不用去猜 不用去想 你们写的就是我们的 进行判断的依据 第三个呢 就是说 检查的时候 我相信临床医生也是按照顺序检查 除非是非常紧急的情况下 先什么 生命体症的 然后会去检查一些 其他的一些细小的损伤 那么 注意不要遗漏了某些损伤 看上去 不经意当中 不严重的 但是有时候什么 会让你 就是说 遗漏了某些重要的信息 造成不必要的后果 所以避免遗漏 避免遗漏 所以我们的临床检查 我们看一下 这里我画了个五角星 就是说 大家不管是我们上课也好 要记得东西 还是今后工作当中 希望大家要多注意 多注意 实验第一个 要全面细致的 进行检查 并且记录 你观察 你不写下来 到时候 人家 家属一直把你告了 说你没检查 所以什么 你所做的 就要落下记录 落下记录 这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 在你整治过程当中 尤其是急诊 是一些功能障碍 比如说 呼吸困难啊 指甘啊 等等 这些一过性的功能障碍 由于你的什么 及时的救治 它会恢复过来的 这些症状消失的 这些表现 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 可能对你来说 我一处理它就好了 这没关系 但对我们来说 作为我们法医的判断 有些诊断呢 非常重要 因为某些损伤的一些鉴定呢 是根据当时 临床的表现来的 临床的表现来的 所以呢 就有一个性的功能障碍 出现的 希望大家呢 也详细记录 详细记录 第三个 记录的时候呢 要用解剖学的标志 就是说 功能的这些标志 部位要准确 然后呢 单位也要 要用标准的 例明或者毫米等等 就是说 用标准的这样的一些 一些单位来描述 来描述 那么在描述的时候 最好能反映出 这个损伤的形态特征 因为你学了 这个法医学的课 你知道 错裂窗是什么样的 类替窗是什么样的 或者切窗 或者是砍窗 或者是刺窗 是什么样的 你就写这是个什么窗 就很明确 不用每个窗都写什么 都是窗口 顿气也是窗口 锐气也是窗口 不要写 都是窗口 你假如写了窗口 你可以描述 窗源不规则 窗壁不平整 窗腔内有义无污染等等 一看 这是个顿气 对不对 是个顿气 所以那就是要 形态特征要描述 假如在青窗 或者进行 瀑布探查的时候 你检查或者手术所见 要记下来 我们在做法医鉴定 你们的临床病史 常常是我们的第一手资料 病人拿来的都是一楼 临床病史 那么从急诊到出院小节 那么有的医生就写得非常详细 对我们很有帮助 有的呢 就相对来说简单 就我们不知道 他看到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所以呢 这个今后大家 在工作的地方 你所做最好都落下来 对你是个保护 对伤者也是一种责任 对不对 也是对他的一种关怀 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大的帮助 非常大的帮助 特别是要注意 有些复杂物 或者是一些义物 留在那里的话 你取出来 结果一看 这个人就是一个刀刺商 或者是枪弹商 肯定是涉及到案子 对不对 是个case 你肯定有吗 把这些证据要留下来 而不要随意地丢弃 因为到时候警方会找 你要这些材料的 一定要配合好 把这些物品 就是怀疑是一个案子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好 保存这些物证 这些物证 那么甚至适当的时候呢 可以加一些 附一些图表 这个五官科院做得非常好 比如说骨膜的藏孔 他会在警察物那里画一个孔 或者是眼睛的钝器上 然后哪里有破裂 有出血了 他会画一些示意图在那里 一般都会有 一般都会有 那么当然有些案子比较特殊 有些医生也比较喜欢积累 甚至可能会拍照等等 那么也有 那么从我们来说 简单的绘图描写 叙述 就详细 准确 就足够了 就足够了 所以呢 这些都是什么 作为一个临床医生 你在处理一个伤害案 直接损伤的时候 就说最好什么 做到详细 否则你查了 也做了 但是万一有什么后果的话 人家会说你 没查 没做 对不对 所以做的事都要记录下来 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前面呢 就是我们把 阶性损伤的总论 给大家介绍了 阶性损伤的概念 它的分类 阶性损伤的一些 基本的形态特点 对不对 两大类 以结构改变 破坏为主的 还有呢 以功能改变为主的 重点是介绍了 以形态改变为主要 表现的一些损伤 擦伤 错伤 疮 骨折 内脏破裂 肢体的一段 对不对 六大类损伤 那么这些损伤的 基本形态 大家也应该了解了 那么如何来判断 它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帮助我们 推断智商物 推断这个犯罪嫌疑论的 施暴意图 推断损伤的时间 对不对 肯定确认是一个暴力的 作用点等等 那么 作为临床医生 你也可以什么 对某些 可能会有严重危害的 一些损伤 多什么 多关注一些 留意一些 那么这是前面我们的 阶线损伤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概念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谈一下各论 就是说 从炖气到锐气 到火气上来 慢慢地给大家介绍一下 Bronter Instrumental Injury 炖气上 炖气肯定是没有什么 锐利的封面和刺状物 这样的一些物体 造成的我们机体的损伤 也包括结构破坏和功能障碍 对不对 那么它的一些共性 大家可以记住两个词 两个词 一种叫做 多重损伤并存 就是说 一个炖气中有我们机体 可以既有擦伤 有挫伤 甚至有骨折 内脏破裂等等 就是多重损伤 同时存在 这是炖气 第二句话 叫做表里不一 什么叫表里不一 你表面所看到的 可能跟它实际的 内部的损伤的状况 不是很相符 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什么 外重内倾 表面被打的什么 皮开肉战 到处是什么 很多的条形的 这种皮下出血等等 但是没有到伤筋动骨 也没有到什么 大量的失血 肌肉大片的坏事的话 那么养几天 没问题 无伤大雅 对不对 这个是外重内倾的 第二种情况 比较危险的 外倾 内重的 体表可能只是一些 什么 差错伤 连骨折都没有 体表就是个差错伤 实际上它内部器官 有破裂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 危险的一种表现 作为临床医生 或者对他的朋友也好 送去医院 没事 那么可能就会有事 因为外倾内重 是钝器伤的一个特点 钝器伤的特点 我刚才讲的 跆拳道的大学生 把人家踢了 皮脏破裂 踢表损伤不明显 踢表损伤不明显 对不对 或者是交通事故当中 撞击以后 摔跌下去的 踢表损伤也就是些什么 擦伤 挫伤等等 但是生命提振不稳定 瀑布探查 皮破裂 或者是肝破裂等等 所以这些损伤 就是外倾内重的 我们作为临床医生 一定要注意 就是他的一个特点 就是表里不一 虽然是个贬移词 知道不好听 但是非常什么 非常好的 反映了这个钝器伤的特点 有外倾内重 也有外中内倾的 一定要注意 所以多重损伤 并存跟表里不一 那么邓气酸里面有几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NRM的音觉 就是徒手伤 徒手伤 就我们的身体 不借助外借的工具 造成对方的损伤 徒手伤 这损伤如何造成的 咬 我听到学生在咬 对吧 这咬 我们坚固的牙齿造成了损伤 上下牙裂 挤压 造成了损伤 这种呢 都建议什么 面部 耳朵 对不对 打架的手扭打在一起 嘴巴一歪 就可以咬对方的耳朵 对不对 那么这是咬伤 咬伤 还突出的鼻子也会咬 这徒手伤吧 徒手伤 这手伤如何造成的 这个放在这里 肯定都是徒手伤 对没有借助外部的工具 怎么造成的 伤在哪里 上臂 对不对 前侧 还有一个水泡 多建议什么 chard up use 虐待 小孩 不听话 掐的 或者称为拧的 这个是什么 邓性的挤压 对不对 挤压 那么这是皮内皮下有出血 还有呢 组织液的渗出 结果在皮下形成了水泡 水泡 这是徒手伤 徒手伤 这个比较多建 对不对 男性之间打架 拳击伤最多建 拳击伤最多建 打了以后 壁青脸肿 而且我们可以看 这个损伤什么 不是很新鲜 因为变成黄绿色了 起码一周左右了 对不对 黄绿色了 这个是拳击伤 所以这些都是 不借助外部的工具 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 造成了损伤 走肌 掌握 就是打耳光 对不对 还有头顶 脚踢 膝盖顶等等 这些都是什么 造成徒伤 不借助外部的工具 那么第二类呢 顿气伤里面 那就是什么 就是称为 我们称为棍棒伤 棍棒伤 枝条类的 还有一些什么 我记得以前上课 教室里会有那个 叫棒 木棍做的 对不对 木棍做的这些 棍状物 打击我们的机体 可以形成一些挫伤 那么形成的一个挫伤呢 大家要注意这个单词 什么叫 主打中空 或者称为 贴轨样挫伤 全来 Bruce 在外文的文献上 把它称为什么 贴轨样损伤 非常行 但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古人给我们的一个单词 非常好 叫主打中空 什么意思 一个竹子 或者是柱状类的一根棍子 然后打击 比较快速 有力的打击 我们卵组 这比较丰厚的部位 手臂啊 腿部啊 臀部啊 等等这些部位 打击了以后 形成当中是什么啊 略显苍白的 这样的一个空的区域 然后周围两边 有暗红色的出血条带 这个损伤的特征性改变 我们就称为主打中空 怎么形成的 快速有力的打击以后 局部的血管 受力部位的血管 会什么啊 会收缩 收缩以后 血液变少了 贫血区 那么略显苍白 而周围的组织 血液里面 血管什么啊 突然血液增多 血管秃通性增加 净水压增高 然后呢 红细胞相万用 所以形成了出血的条带 所以在肉眼上看 完整的一条就是 当中是空白的 苍白区 两侧是条形的 箱边的出血带 所以这个就叫做 主打中空 所以也像两根铁轨 对不对 红色的是出血条带 当中是空的 苍白区 所以一定是什么 比较丰厚的 软组 比较丰厚的部位 打击造成 那么这个 苍白区的 这个直径 就反映了 这个钝器的 它的结面 对不对 结束面它的宽度 可以帮助我们 推断智商物 这是一个小孩 对不对 它的背侧 它的臀部 我们看到 当中是略显 苍白 但是两条暗红色的出血带 非常的明显 这就是主打中空 臀部 软组的比较丰富 软组的比较丰富 那么像这一个 像这一个省商 我们讲它是一个什么 头皮的一个裂窗 头皮的裂窗 那么它是错裂窗呢 就是钝器造成的呢 还是锐器造成的 钝器 非常好 钝器 它不规则 虽然看到几项 满规则 虽然它不规则 对 锯齿状的 对不对 最主要的 它周围什么 伴有差挫伤 伴有差挫伤 它的胸器这个objective 是什么呢 至少是一个木头 八星木 大堂里面 种的植物 然后保安 发现了去指指别人 做坏事 然后犯罪嫌疑 就拔了这个木头 就砸向保安 头上砸了好多下 造成严重颅脑损伤伤死亡 那么形成都是这样的一些损伤 条状的 条状的 顿气窗 锐气窗啊 顿气 因为我们这个个论 讲的都是顿气造成的损伤 肯定是顿气 那么顿气它的形态 是什么样的 大概是什么指双 方的 长条形的 圆的 锤伤 就是锤子 这个也是 比较多见的 因为在我们国家 枪弹伤比较少见 因为枪支 那个管理非常严格 但是这种顿气等等的 就是说随处什么 可的家里啊 还有那个工作场所 对不对经常多见 在我们国家 这种顿气 还有等会要讲的 内气 比较多见 在他杀的案子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 可以反映出这个智商物的形态特征 所以刚才有同学讲的 圆圆的头的 就是这一种 就是狼头 所以它反映了这个智商物的一些形态 那么在做的时候 我们可以量它的一个宽度 对不对来比对 这个智商物的特征 所以像这里上面的推断的 我们讲这是一个锤内的钝气 击打造成的 对吧 锤内的钝气 而这个就是条形的 条形的钝气 击打造成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橡皮管 那么橡皮管 这个好像有点状况 我们把它放成这样 这是一个调皮管 然后多次打击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双下肢 会有比较广泛的一些挫伤 那么这个阻打中空就不明显了 尤其是前面 金前期 我们讲皮下组织分厚吗 不分厚 下面就是我们的筋骨 对不对 所以它不太容易形成 这样的一些阻打中空 只能是一些什么 只能是一个皮下科学 它不会形成典型的 周打中空的 但假如它打在小腿 后肚子 就是后侧的话 卵脂的比较丰厚 可能会形成这样的 周打中空的表现 那么这是一个酒瓶子 对不对 酒瓶子 然后吃饭了 讲话 喝高了 然后说话就不开心了 就是什么 这个不行 我们还是这样看 可能有点状况 那么我们看一下 用这个酒瓶是个钝器 击打对方 额部 形成的一个 额部的一个错裂疮 那么它出血以后 头面部血共很丰富 血流满面 对不对 同时它可以什么 帮有周围的一些错伤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错裂疮 它是一个脚凳 以前我们上衣的食堂里 就是这样的凳子 下面都是那个 那个 那个 支架 上面一个圆的 木头的 后来都换掉了 其实现在想想 这还是蛮危险的 对不对 拿了这个 砸向对方 就形成了一个什么 这个是头部的一个什么 实际上是一个筒窗 所以这个钝器造成 也是造成一个孔状的 这样的一个筒窗 是一种特殊性的损伤 对不对 它比较局限 但它不是尖锐的什么 锋利的刺气 但它还是比较局限 那么可以形成一种筒窗 这是一个brick 这是一个砖块 工地上随处可见 那么它 拿它来击打我们的头面部的话 可以形成不同的损伤形态 可以用脚 可以用人边 还有面来击打 对不对 所以不同的面 不同的点 不同的边 击打 造成的损伤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为我们推断 智商或什么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导过来 这是钻 钻我们知道 比较 机构比较松 它在击打的时候 多多少少 会留下一些砖屑 留在这个窗墙里面 所以假如是它是一个 不是一个尸体 是一个活体 假如到临床医生这里 到你这里 你在给它清窗的时候看 哎 窗墙那什么 件砖属 碎屑 或者是红色的 或者是其他颜色的 砖头有不同的颜色 对不对 你记录下来 对我们公安系统 判断智商物非常重要 假如是一具尸体 对我们法医检查的时候 我们也会看 窗墙里面有没有义务 假如看到有专线的话 我们会拍照 会记录下来 看到有专线 那么判断智商物 行政人员就可以找 这个工具 对不对 作案工具 所以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那么这是一个 盾气床 前面都是 就是错裂床 这个呢 就是Tilling World 就是称为撕裂床 这个 就是我刚才举的例子 女工头发长长的 有时候被什么 头皮撕裂 那么这里就是 只剩看到白的 黄白色的颅骨 头皮撕裂掉了 这种都是巨大的暴力 撕拉 迁拉造成的 跟生存部的主子脱离 形成的一些撕裂 而这个呢 这个呢 是什么损伤呢 抢劫案当中 他带着戒指 人家又把它抢下来 那不是一般戒指都很紧吗 否则很容易掉 对不对 比较紧 然后抢的时候 戒指下来的时候 也把它的一节 什么 皮肤暖阻子也一起 抢下来了 这都是什么 急 迁拉造成的 所以是一个Tilling World Tilling World 所以损伤有多种多样 对不对 损伤有多种多样 这是这样 暖阻子 对 然后这是头皮的撕裂疮 这个比刚才要明显一点 好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我们后面呢 我们称为挤压伤 挤压伤的是一种 比较特殊的一种 盾气损伤的一种形态 挤压伤 就是说顿性暴力挤压 机体造成的损伤 那么有一种呢 是比如说车祸当中 能被挤压在什么 车跟墙体之间 就比较倒霉 对不对 挤压以后 引起的内部气候的损伤等等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交通事故 比较多的人 公交车上 比如说一个急刹车 然后好多人挤压在一起 那么也会受到伤害 还有呢 就能多的时候踩踏事件 随间随倒的 就随最倒霉 压在最下面 然后一层层的跌上去 对不对 那么这种挤压伤 还有呢地震啊 防污倒塌等等 那个盾气挤压伤 那么一般的挤压呢 假如时间不长 即时消除 不是很严重的话呢 应该还可以 但是呢 有些损伤呢 就是说大面积的 时间又比较长的 一个呢 是有效血容量的上 因为大量的血液都到肌肉 就组织里面却出血了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些肌肉会坏死 挤压 时间长了的话 就缺血 肌肉坏死以后呢 就坏死物责入血 入血以后呢 导致我们的肾脏 肾脏的损害 肾脏的损害以后 引起肾衰 那么这个就是 克莱斯心肌肉 就挤压综合症就出来了 就是非常什么 非常危险的一种病状 那么挤压综合症 属于急性肾功能筛解 所以这是在 顿气症里面的两种 也叫挤压症 但是更重要的 希望大家在临床时候 对大面积 肌肉坏死啊 挫伤的病人 要注意他的 克莱斯心肌肉 就挤压综合症 要注意要监测 他的什么肾功能 一定要注意了 一定要注意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书 书上也讲得蛮详细 大家注意 什么叫挤压综合症 那么现在来讲一个 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 顿气损伤 高坠伤 从高处坠落下来 碰到地面 或者是障碍物造成的损伤 成为高坠伤 那么高坠伤的特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是顿气伤的一种 就是特殊的顿气伤 对不对 它的智商物 就是我们的地心引力 向下坠地 对不对 地面的反弹力 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们的机体 我们的机体 那么所以这是一个 所以高处 越高 速度越快 下来地面越硬 造成的损伤 越严重 越严重 那么这些影响因素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说 我们来讲一下 它的一些特点 损伤的一些特点 首先呢 它是一个 高坠伤 也是个顿气伤 所以它也有顿气伤的 共性 外倾内重 体表损伤 可能比较轻 但内部的损伤 比较严重 外倾内重 第二种呢 它是就是说 很多的严重的损伤 可以用一次性暴力来解释 比如说 头部的骨折 脚跟的骨折 颅底的骨折 腰椎的 压缩性骨折等等 它很多伤 怎么形成的 你一次打击 行不成啊 但直接用高坠 脚跟着地 你可以解释 这些损伤 对不对 足根的粉碎性骨折 力量向上传导 腰椎的压缩性骨折 力量再向上传导 颅底的骨折 对不对 甚至颅脑的损伤 那么这用一次性暴力 可以来解释 可以来解释 第三个呢 它的一个 那个 着地部位的损伤 可能会比什么 远离这个着地部位的损伤 要轻 刚才举的例子一样的 就是说 上脚着地 脚后跟着地的话 局部 着地的部位 可能就是根骨的粉碎性骨折 对不对 可能就是个骨折 不会什么致命 但是由于力的残导 远离这个着地部位的 这个骨折 可能会有严重的损伤 那是它的致命伤 那是它的致命伤 我们下课吧 我们下次再说 那是osit尾 就可以混进舞伤